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标准教程是一套充分体现、考教结合、 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理念的综合汉语教材。 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 本书是第五集下课本。 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课文及生词等内容。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HSK标准教程5、下。 第十九课 家乡的萝卜饼 课文 家乡的萝卜饼 家乡的众多美食中,萝卜饼是最让我怀念的。 它那丰富的色彩、微甜的口感, 至今仍让我十分想念。 家乡的萝卜有青、红、紫三种。 三种萝卜看起来赏心悦目。 吃起来,青的甜中带点辣,红的蜡中带着甜, 紫的像山泉般清淡可口。 父老乡亲们夸他说, 橘子、葡萄、梨,比不上残的萝卜皮。 而萝卜饼就是用这三种颜色的萝卜做成的。 萝卜饼的做法极其简单, 既不必炒或煮,也不用油炸。 先把三色萝卜洗净切丝, 放入油、盐等,用筷子搅拌均匀。 萝卜饼的原料便做成了。 最关键的功夫是擀面。 高手往往把面擀得薄如白纸。 拌好的萝卜丝铺到饼上后, 得再折叠两三次。 要求饼熟之后, 表皮是透明的, 能透过表皮看见萝卜丝。 最后用刀切成块状, 饼便做好了。 接下来拿一个平底锅。 先在锅里淋一圈油。 待油锅烫手时, 将切好的萝卜饼 一块一块地放进锅里。 盖锅前, 需放进一些温水, 预防糊底。 火最好用纹火, 等能闻到香味时, 便可开锅了。 萝卜饼要趁热吃。 喜欢口味重的, 还可以加少许酱油和醋。 刚出锅的萝卜饼, 香味扑鼻, 外焦里嫩, 吃上一口便让人永远忘不了。 如今, 美食家们对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它们不仅要观色, 闻香, 尝味, 赏形, 而且还要求食物具有养生方面的特色。 我想, 家乡的萝卜饼完全具备这几个方面的条件。 人们不是常说吗? 鱼生火, 肉生坛, 青菜萝卜保平安。 养生的功能让我更加喜爱它了。 生词, 家乡, 萝卜, 怀念, 色彩, 想念, 青, 紫, 赏心悦目, 斑, 清淡, 可口, 夸, 橘子, 梨, 炒, 煮, 油炸, 切, 撕, 搅拌, 均匀, 原料, 杆, 薄, 折叠, 透明, 淋, 圆, 圈, 烫, 盖, 预防, 糊, 纹火, 纹, 衬, 口味, 少许, 酱油, 醋, 椒, 嫩, 特色, 谈, 平安, 鸡,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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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